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狗 这次去海边看到他们在挖这个生蚝也就是咖喱 不是咖喱是那种叫什么牛腊 反正很小个也就生蚝小的时候 他们来挖也有可能拿回去养吧 他们这边一般都是出海 出海港鱼或者在那个泥海滩那里挖这个那些小鱼 他们的船也蛮多的 他说现在还没长潮 他说晚上的时候就长潮 那些船就回来 有可能是早上回来吧 然后这边可以看易落 也是蛮不错的 他易落是红通通的那种 当时我来的时候可能比较早吧 四点多 他一般现在冬天的话应该是五点半 五点半的那个西洋台是特别红 那时候我没拍到 就是无人机没有电 所以就拍来这里看了一下 他们在这里挖这个生蚝这些 剪那些小的拿回去养 他们基本上一天早上都过了 一天每天基本上都过来吧 他们这边出海干海的 反正他们这边的话靠近海 他们建了房子 基本上都是两三层楼 装修了也蛮不错的 也挺富裕的吧 反正靠海边这些姨夫农夫之类的 基本上他们这边不怎么种田的多 中国都是来港海的 那些地有些种一些甘蔗 在那里不用怎么管的 他这个是位于湛江 瑞西还是 对北潭 北潭那草潭那这几个镇 反正那边的几个镇 都是直接 港海就可以了 而且他们这边还有这些 海鸥白色的 他们在那边飞来飞去也蛮多的 那如果你拍摄的话 还是蛮可以的 来这边拍这个海鸥 也是挺好看的 如果你有那种专业的摄像机之类的 拍那些慢动作啊 那你飞也在那里挖 也是可以的 有时候周末就出来转一转嘛 看一下这些风土人情啊 也是蛮蛮好的 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